今次去里園門不是為了吃海鮮 而是來個週末小旅行 我們這半天就在漁村小社區 散步、望海好好放鬆心情 在西灣河上船 吹著海風慢慢就來到里園門避風塘 第一站要去三家村碼頭的桃鞋愛牆 順便密密麻麻的黑色方形字 就是仿照了九龍皇帝的字跡而設計 上面寫有海產名和潮語金句 一場來到當然要先打個卡 經過牌坊和海鮮街 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就去到里園門的地標燈塔 釣魚的朋友最喜歡的 就當然在石堆上面垂吊半天 而情侶就可以選黃昏過來看日落 各有各的浪漫 繼續向天后廟的方向走 沿海的矮場 全部都是小朋友畫的壁畫 好可愛呀 下一站的石礦場為止 就要去到里園門的盡頭 原來早在開埠初期 里園門是個彩石的重鎮 當地居民用人手、鐵鑼、炸藥打出石頭 經過蒸打細剁之後 不單供應給本地市場 還會出口到內地 甚至荷蘭 後來政府在1967年實施火藥管制 多間的石廠不獲續牌 打石業也因此而失眉 逛了半天 是時候找一間餐廳休息 兼醫下套 碼頭旁邊這間區內唯一的賓銷店 大部份的海鮮 都是由日本直送到港 更加特別的 就是和北海道養殖場合作 供應新鮮的活耗 推介來試這個 巨型豪華海鮮城 用10種煮法來泡製9款海鮮 這款太平洋龍蝦刺身就最好吃 龍蝦肉的口感非常爽脆 還可以點豉油、鮮磨山葵和白蟲露醬 日本的珍蠔即開即食 肉質肥味又爽口 還帶有很濃郁的海水味 不點醬就這樣吃已經很夠鮮味了 唐灼鮑魚就用110度熱湯 灼煮4分鐘 很爽口入味的 還有賓銷馬刀貝 黃金波士頓龍蝦 和清酒煮本地番薯芡等等 真是非常豐富 粉紅 飽 styl 和清酒煮本地番薯芡